香港新城娛樂態慈善唱K大賽 將於8月24日至27日在香港九龍城廣場舉行 而今天歌手陳曉春、董安娜、周立起歸心眼等出席記者會 關切發聲音 天佑有男生 很大聲音在這裡 但我覺得大部門那個知道很有動作 你們再次請你提議 不如我們第一行去蹲堆幾號 好 鑽子第一行的朋友 我們這張Banner可以獲取 不見他後來看 想蹲堆的站在這邊 馬拉蟲 Banner都比人家 我們現在開始叫不要鎖給男人 大家要離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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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前面上去拍出美照 好 幫助我們的記者朋友來 由左到右邊向他 我跟她一起唱K,唱很多很多的小食,我覺得是一個很盛大的一個活動,所以我也是第一年參加,因為每次她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,我都不在香港,所以第一次我真的會很容易去唱吧 我覺得自己很丟臉,甚至香港人我覺得自己很丟臉,幾年會有在這種好環境的商場裡面,有人做這種行為,我覺得是… 我覺得自己很丟臉,而且會對…丟那個煙頭,還有吐口水,她的爸爸媽媽,我覺得你們生那個孩子出來,實在是太失敗了 一點功德心都沒有,香港人功德心是…我相信是關於全球吧,可是今天我覺得太可惜了 對… 世界杯當然要看啊,四年一次當然不會錯過,對… 蛤? 有媒體到場,又有很多歌迷舉牌機制活動,看到這種情況發生,小春坦言,如果這人夠膽做就要站出來,她一定會好好教育對方 修理器與姊姊周文,其再被傳媒拍照跟疫情吃飯,百人被指節食心歡,較勁歸續 你可以坦言,對這位傳媒早已司空見慣,不會生氣,絕不會陰沉而減少跟朋友約會的… 可能就是樂團要一些新人,如果真的… 那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卡拉OK學唱歌,那還有就是… 那還有就是…在裡面有些心探就是發過一些新的人,新的樂團的一些新的新人 那我自己就不是在卡拉OK唸歌,那我覺得是在卡拉OK唸歌的,那我覺得是在卡拉OK唸歌的,因為太吵了,而且就是玩而已了… 那當然了,這是一個很好的很珍藏的一些娛樂的活動